三星s21家三星两年前的市集间 1600的这么一个价格逃回来的 手机屏幕显示完美 没有老化和黑点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128G的内存 高通效能888的处理器 支持120Hz的知识音高刷 日常使用流畅度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单卡美版全网通的这么一个网络 手机的话跟荒高后盖 其他的话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边框成色非常的不错 在轻轻机这个价位性能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两台的话是华为荣耀30 80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逃回来的 麒麟985的芯片 加上一个鸿蒙系统 然后再来一个5G网络 这是现在的华为和荣耀手机 没有的这么一个配置 在百元机这个价位荣耀30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 两台都是更荒过后盖的 最主要的是它还支持一个50倍的 全万是变焦一个三色 四色的这么一个摄像头 拍摄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支持一个频内指纹识别 这可比现在的华为手机和荣耀手机良心多了 百元小肝炮 这个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苹果第一台全面屏的手机 iPhoneX1100的这么一个价格逃回来了 一个美版60世纪的内存 从原装的机器 手机成色也是非常亮的 一个客户之后留下来的机器 屏幕也是全程贴钢化膜使用的 而且它的电池效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87的这么一个电池效率 这台机器当做主力机型的使用 也是非常给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非常流畅的 同时期的安卓手机 应该早已经回楼重造了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四台 拜拜 拜拜